而Sashimi这边他做出了一个非常诡异的举动啊 并没有看到盒牌 他先推出low in 这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来看这一手牌 Jessica Ace一对 嗯 选择平根入池吗 这样的话可能要面对很多对手啊 四个人的底池 翻牌 K勾三两张草花 好 那么DK的主场到了 翻后DK也不管DJF翻前的下注了 直接开枪 1300刀的破 DK打900 Michael拿到一个卡10的顺子听牌 但这个牌 要我说就别跟了 这种牌怎么跟啊 你去卡四张10 还有一张草花10 你得刨掉 那得有多好的运气才能赢牌啊 而DJF拿着一个中队呢 其实也很尴尬 有中牌 反正还有希望啊 继续选择跟注 好 那么看到一个下注两个跟注 Jessica知道终于可以收网了 这个牌面基本来说啊 能让一对Ace落后的呢 也就是K勾这样的牌 而K勾也不一定能够笑到最后 面对这个OIN 我没想到DK也会犹豫啊 我觉得唯一让DK犹豫的原因啊 就是他手里的两张草花啊 有那么点小 哪怕有一张草花10 我觉得DK应该都不会考虑这么久 经过一个漫长的思考 DK还是盖掉了自己的铜花听牌 而DJF现在作为最后的防线 他选择了跟注 DJF肯定认为啊 Jessica手里拿的 就是像DK一样的两张草花 不然干嘛要再翻牌 直接涂油音呢 转牌翻块6 Royal Pooker还在帮DK打扩 说转牌的一张6啊 可以增强DK的牌力 而合牌的一张草花8 那毫无疑问 可以直接让DK反抄 这手牌DK考虑的很久啊 应该说DK的盖牌 并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没什么好后悔的 来看这一手牌 萨西米的三败 A7方块三败到了800 Nick Teal拿到一圈红袍 在后卫啊 四败到了2200 隔离掉了其他所有人 跟萨西米两人单挑 今天的萨西米明显啊 比上周的萨西米啊 要凶猛的很多啊 上周萨西米真的没怎么入过池 而这手牌翻牌有A4 两人同时拿到顶盾 萨西米的踢脚啊很糟糕 如果Nick Teal狂轰乱炸 萨西米能扛得住吗 嗯 Nick Teal先手过牌 他在隐藏自己的一张A4啊 转牌一张黑桃9 这下可不好应对了 公牌面三张黑桃 现在两人啊 虽然胜算是7对93 但是我觉得两人的局面是误开的 而萨西米呢 选择了主动进攻 直接打出一个满池 有点意思 萨西米是再演一张黑桃啊 有胆你就跟 而这手牌 如果啊 我是说如果后面再掉黑桃啊 那对于Nick Teal来讲啊 就是一手噩梦牌啊 没错 这儿或许 加住来的会更好一点 但是底持现在8000 Nick Teal如果推出印的话 1万7 萨西米只要有三成的胜算 他就会选择跟住 而萨西米如果有黑桃的话 那么恰好就是三成的胜算 所以我觉得Nick Teal啊 真的没法推 最多就是个跟住 期盼着合牌 不要再掉黑桃了 而萨西米这边 他做出了一个非常诡异的举动啊 并没有看到合牌 他先推出露印 这 而最终的合牌 真的是一张黑桃 这张牌对于Nick Teal来讲啊 太致命了 而这手牌萨西米打的真的很有意思啊 他把自己的牌啊 打的是真的像是一手bluff 仔细回想一下 如果不站在上帝视角 我觉得我会信的 我会信萨西米是一张黑桃 甚至是两张 应该说 他演的就是两张啊 这手牌打得漂亮 萨西米 来看这手牌 杰西卡A10方块加住到200 富婆拿到了27 装位300到了1300 给个机会吧 大家 1300刀 别跟了 而杰西卡A10同色 1100刀看个牌 应该能接受 杰西米应该是跟不动的 DK就不好说了 DK的跟注范围和跟注尺度啊 我实在是琢磨不透啊 喝着啤酒打着牌 牌桌上坐的全都是人生赢家呀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呀 四千小后 美女 最终选择了跟注 杰西米拜拜 好家伙 不但牌没了 人都没了 而DK呢 48黑桃 面对两个对手 他扣了 漂亮 翻牌 AK8 两张黑桃 为什么这手牌 DK会推呢 这是在弥补上一手牌啊 他失望的情绪啊 上一手牌 他想了半天 如果接下来 他将拿下一个上万刀的底持 而这手牌 他决定用铜花听牌 直接推出欧燕 不给自己任何后悔的空间 说真的 Jessica真的没什么好担心的 DK如果真的是拿到什么AK这样的牌 他不可能再翻前啊 选择平坡入持 Jessica 现在唯一要担心的 就是自己的踢脚啊 想一想 还是球稳了 选择了盖牌 那恭喜DK 这一手Semi Bluff奏效了 再来看这一手牌 中国富婆啊 再次拿到27 上一手牌 跟他没关系啊 这手牌 他的27有机会吗 直接过到三B位 没人有好牌 那这手牌应该说零级啊 有机会 3圈10彩虹面 很好 27的牌面来了 躲开圈就可以收持 翻前是谁做的Open Race来着 哎呀 这27为什么不打呀 这样的话 转牌一张五 那完了 Nateo拿到后门的两对 27就再也没机会了 Nateo下注330 富婆反手跟住 哎呀呀呀 这300刀 翻牌面自己打多好呀 DK这边中三 也选择了跟住 最终还剩下三个人 合牌一张黑道四 顺着面被发了出来 可是 我不认为林奇有机会了 想去扮演一手六七吗 六七翻前加注还说得过去 而翻牌面不打 转牌呢 还选择跟住 是不是就说不过去了呀 DK选择过牌 直接告别了牌坠 这不就是在认输吗 Nateo可以正常拿价值啊 有圈的人会选择支付的 而林奇 哎呀 盘出欧印 这一手牌 林奇把自己的节奏啊 放得太慢了 翻牌面开一枪 转牌推出欧印啊 完全可以直接收持的 对于Nateo来讲 能输的牌型 考虑考虑也就是什么 歪中的圈三圈四圈五 所以说不用做太多的思考啊 这个尺度也是OK的 直接选择跟住 赢下5000美刀 来看这手牌 DGF的加注 K6 Race到200 在市民七四黑桃 在卡到位选择了跟注 Sandra一对二 也跟了下来 翻牌A勾九 CR拿到顶对 面对三个对手 踢脚比较差 两张红桃的牌面 并没有打 麻烦了 转牌一张二 给Sandra发成了 后门的set 而CR呢 尝试着去打价值啊 被Sandra跟下来 合牌 一张黑刀钩 拿到葫芦的老哥 打多少感觉 CR就要亏多少啊 1400的坡 尺度 1100 怎么感觉今晚 CR小命女的运气啊 是真的差啊 总是被人反杀呢 而合牌的一张钩 也让他不需要担心啊 所有九以下的踢脚 哇 CR直接把Sandra的牌啊 给猜了出来啊 猜的是真准啊 可惜啊 还是选择了支付 好 那么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